大家好,大家现在收看的是六度世界AI6D编写的节目 热点深度,内容来源于全球各大媒体 六度世界是新一代社交媒体 首先关注 中国对金融系统开刀 习近平在财长央行安排心腹要员 华尔街日报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准备动摇该国的金融体系 他安排了一些关键人物来管理中央银行 并恢复了一个共产党机构以加强政治控制 这些举措是习近平重塑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努力的一部分 并削弱了中央银行和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地位 中国金融集团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贺新是 接替受过美国教育的经济学家易纲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主要候选人 尽管这一决定还没有最终确定 只有在三月初的中国年度立法会议上 才会正式做出 朱贺新不太可能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党委书记 这是中央银行中最有权利的职位 习近平先生的长期驻守何立峰 可能会兼任中国人民银行的党委书记一职 这将为中国人民银行提供更有力的政治支持 但也会削弱其权威 因为他将不得不更直接的对国务院负责 中央银行的官员已经被提醒 货币当局对党负责 这削弱了他对投资者和经济学家的作用 新的领导层将需要帮助经济从新冠限制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房地产衰退中恢复 在习近平先生第三次担任总书记之后 中央银行的换界是更广泛的改组的一部分 此后他塑造了一个主要由其盟友组成的经济团队 中国共产党正计划恢复其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这是一个在1998年至2003年间存在的政策制定机构 办公室主任丁薛祥和中国新的第二号领导人李强 是监督该委员会运作的潜在人选 该委员会的目的是将金融监管事务整合到一个机构之下 温家宝是副总理和党的精英政治局成员 他从委员会成立到解散一直领导着委员会 这被视为他为总理职位做准备的一个潜在迹象 目前具有政治地位 技术官僚技能和全球市场信誉的官员 如刘鹤、郭树清和易刚等 基本上已经从党的上层消失了 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没有对评论请求做出回应 此举是习近平先生调整领导层的一部分 预计刘先生将通过后台信息 促进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第二轨道对话 刘鹤先生被派往一月份的世界经济论坛 宣布中国在与世隔绝后重新开放业务 朱鹤新先生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不太出名 也没有其他高级央行官员那样的国际地位 朱鹤新先生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 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银行 有限公司工作到2018年 从2018年到2020年 朱鹤新先生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负责监督金融稳定 自2020年以来 朱鹤新先生一直担任中信集团的董事长 中信集团的利益横跨银行 证券经济 私募股权和保险 并在拯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前几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过去 曾担任过兼职 但何立峰的任命标志着自20世纪 90年代以来 首次有副总理 在央行担任正式职务 2013至2018年 周小川在这个最高政府咨询机构中 担任李宜信的副主席职务 议会满和英勇 曾被认为是行长职位的有力候选人 现任行长议会满 在央行之外 没有任何额外的角色 中国人民银行 现任党委书记郭树清先生 对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有重大影响 实际上取代了义纲的权利 党的精英中央委员会 将于2月26日至28日 召开全体会议 讨论党和国家组织的变革 这次会议被称为第二次全会 传统上用于讨论人事任命 和其他政治问题 然后再确定五年任期内的新政府人选 大家正在收看的是 六度世界的热点深度节目 六地继续为您播报 中国的增长复苏 将取决于内部市场改革 日经亚洲 中国的经济将在今年春天 从去年新冠疫情驱动的低迷中反弹 严厉的新冠清零限制措施 再加上这个冬天 这种疾病一下子袭击了 中国的所有地方 肯定会对商品和服务 产生一些压抑的需求 即将离任的李克强总理 在下个月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提交年度政府工作报告时 可能会勾勒出政府的部分战略 然而 复苏的程度 以及它对中国贸易伙伴的促进作用 有多大 将取决于中国政府 在多大程度上 准备解决其内部保护主义 由于中国政府的鞭打政策 使公民变得更加谨慎 人们一直在谈论购买新车的现金券 折扣和减税 以使消费者放松他们的钱包 但是 正在谈论的这些措施 都不会产生超过短期的冲击 为了真正确保消费者 有能力和信心进行更多消费 中国必须走得更远 在宏观层面上 它必须放开自己的内部市场 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 解决储蓄过剩的原因 几十年来中国的公司一直面临着扼杀跨区域销售的障碍 中国有一个计划 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市场 打破这些障碍 创造一个公平和透明的商业环境 这一计划 因中国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回应而蒙上了阴影 习近平主席的目标 是使消费者支出成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 新冠疫情已经伤害了家庭收入 而北京对住房市场的攻击已经削弱了个人财富 习近平谈到了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来扩大居民的消费 这将创造一个环境 使人们能够在收入稳定的情况下进行消费 并有强烈的消费欲望 北京提出了广泛的供给侧改革 以改善中国经济 提高消费者收入 自2015年以来 农村振兴战略的一部分 是利用网络商务的便利性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这导致了农村网络销售的快速增长 此后有所放缓 但仍然比整体GDP增长快 在实现零碳排放后 北京现在需要加快经济的生产和分配方面的转型 以获得进一步的生产力收益 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因为它涉及到建立一个统一的能源市场 打破城市和农村劳动力市场之间的障碍 以及拆除进入市场的障碍 习近平远远不是一个典型的经济自由主义者 他可能会调整政策 以确保国有部门成为市场开放进程的赢家 在未来几年内 市场转型的短期效益不太可能迅速显现 要把中国的消费者变成国家的增长引擎 除了开放的国家市场外 还需要对经济的需求方进行结构性改革 这不太可能取代政府刺激措施的诱惑力 大家正在收看的是六度世界的热点深度节目 六地继续为您播报 中国有意军事援额 美国要亮情报证据 华尔街日报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公布中国 可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用于其在乌克兰的战争的情报 这是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之前 在北约向中国发出闭门呼吁之后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周末 在慕尼黑向中国高级外交政策官员王毅发出正式警告 布林肯随后在接受CBS新闻采访时公开了这一警告 布林肯和王毅的会晤已在关键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而告终 并且由于最近中国的一个监视气球被击落而被描述为紧张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将在安全理事会发言 纪念乌克兰战争一周年 西方国家已经得到情报 北京可能会结束之前对俄罗斯武器供应的自我限制 美国和欧洲官员认为 现在对中国可能给予俄罗斯的实际帮助已不再含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拒绝 就中国是否会向俄罗斯的战争努力提供致命支持发表评论 美国及其盟友正在监测中国的活动 以确定是否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援助 拜登总统访问了基辅 并承诺华盛顿对乌克兰的支持 美国正与其他西方国家合作 表明其支持乌克兰的决心 增加对莫斯科的压力 并警告中国不要更多的参与支持莫斯科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拒绝发表评论 目前没有计划在即将举行的国际集会上 举行美中高级官员的后续会议 美国和欧洲官员警告说 中国可能会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 这与过去一年提供的两用物品明显不同 北京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威胁 使用核力量的行为越来越关注 这是与西方特使唯一有共同点的领域 中国担心一个失败的俄罗斯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拜登政府发布了大量关于俄罗斯军事计划 与伊朗的武器贸易以及相关议题的解密情报 数量之多前所未有 国家情报局局长艾威尔·海因斯说 他们没有看到美国的情报来源 因为这些发布而出现任何退化 这一警告在西方盟国中得到了协调 希望他能阻止北京提供武器 拜登政府一直在努力将这些情报解密 以便可能发布 目前还没有就公开披露或披露的时间 做出最后决定 中国是武器生产的世界领导者 包括火炮系统 火箭 导弹和无人机 由于战场上的损失 俄罗斯的军队需要弹药和武器 但中国可以为他们提供电子和其他生产能力 而他们由于制裁而无法生产 中国问题专家Vasley Cashin表示 中国的生产能力比俄罗斯和整个北约的总和还要强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警告说 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有可能进行武器转让 北京将在乌克兰被入侵一周年之际 发布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蓝图 这一提议在美国和欧洲受到怀疑 因为中国正在充当调解人 普京先生在周三宣布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访问俄罗斯 西方分析家怀疑 中国是否有能力成为冲突中可信的调解人 因为他偏向俄罗斯 在联合国 华盛顿官员正在支持一项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 并呼吁停止敌对行动的决议 美国的盟友希望在周四获得超过130票的决议 该决议不具有约束力 但美国官员希望他能显示出对俄罗斯入侵的广泛反对 并开始勾勒出一个和平蓝图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 他们现在是一个贱民国家 如果他们想在这个世界上前进 他们必须结束这场战争 大会的强烈投票将向俄罗斯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 以上是今天六度世界热点深度节目 六度世界是新一代社交媒体倡导自由 责任价值是AI应用的全球媒体先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生